周浩以为再见不到他了 谁知半年以后 阿龙主动打来电话 再次见面才知道 阿龙带回了女友阿俊 正式面对镜头 阿龙说了很多心理话 他也想远离毒品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经过无数次挣扎 内心建设 依旧无法逃离与改变 与周浩相处的这段时间 颇有感触 比如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 周浩给了他200块钱 龙哥感谢这份情谊 其实龙哥这次回来 手上似乎有了闲钱 也有了戒毒的想法 他要求周浩跟着他拍摄 将整个过程全部记录下来 当晚周浩就跟着龙哥搬进 多人混住的小旅馆 闲聊的时候 名叫小迷惑男人 讲述了自己经常遇到的麻烦 购买毒品时遇到警察便衣 本以为把货吞进肚子能逃过一劫 谁知警方根本没有放人的想法 将他关进车子里面整整一天 才被送到当地的海印戒毒所 为了尽快获得自由 他不惜将打火机吞进肚子 警方也害怕闹出人命 只好放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